石仔是有生命的 你知不知道? 石仔是有生命的 休息了兩個星期 我們又回到賽車場 澳洲大獎才 Yo, 大家好, 我是 El 不過沒有賽事這兩個星期 其實我都是密密出片的 不要只是看我的歐買光系列 回顧完這個週末發生過什麼事之後 再去看我其他影片 來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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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洲車迷苦苦等了兩年 我們的澳洲大獎才終於重新開始 疫情進入了共存年代 澳洲的市民以報復性回應 位於民意本的Albert Park Circuit 整個週末錄得破紀錄的419,000人次 場地依舊, 但是賽道有所改變 主要是將原本的9號彎10號彎取消 令賽事在這個路段可以變得更加快 另外11號彎如果被修正得更加直覺 以及加闊了路面 希望可以加入多一個爬頭位置 不過這裡絕對是今場比賽的交通黑點 不斷有車手在這個位置 飛出賽道踏上路邊的gravel 你知不知道石頭是有生命的 這些改動好輕可以比以前快5秒 看來今年的新賽車 就不能夠成就這個快5秒的傳說了 另外全段賽道本來設計有4段DRS路段 大早分成兩段DRS增加路段 後車的增加路段來前車1秒之內打開DRS之後 追過對手就可以在緊接的DRS區 再次打開DRS途走 另一個較為特別的設定 就是輪胎使用了不連貫的設定 浮起來在測試期間 發現Compound3和Compound4的數據十分接近 所以就安排了C2作為白色硬胎 C3是黃色中性胎 而紅胎是C5 不同的改變加上賽道看來可以更有利競爭 可以令賽事更激烈 不過是否這樣呢?我們就要看下去了 第一個針對賽道的改變 就是在星期五被打破 因為在練習賽FP1和FP2 有多個車手在9號彎之前的DRS區域 提高車速之後鏟上賽道 經過賽方和車手會議之後 即使Red Blue反對 但是出於安全原因 決定取消這段DRS路段 在排位賽前的FP3 Aston Martin的Vetto和Mastro 雙雙在同一個彎 11號彈出賽道 車隊需要在僅有的2小時內 將賽車收復參加排位賽 Q1如期開始 經過一番努力下 工程師門在最後幾分鐘 將士道爾的賽車維修好後就出戰 以免兩部車都在無戰下 在排位賽跌到隊尾起步 不過士道爾就在Q1剩下兩分鐘的時候 在OUTLAPS的時候的5號彎 與NATIVI相撞 本來整好右前邊 現在又撞左前邊 這次加拿大內戰 其實發生得挺低級的 拉迪菲以為士道爾是快車 有藍騎的情況下 在4號彎被士道爾通過 不過出彎的時候 見到士道爾車速不快 加上身後有周冠與跟上 所以在右邊重新超過士道爾 所以就讓成了意外 我個人認為兩個人都不是在做快圈 其實拉迪菲的舉動的確是奇怪的 單以程理計算 他的責任較大 不過賽方認為士道爾在5號彎出彎之後 沒有加速反而站在賽道中間 加上沒有留意右後邊的拉迪菲 伊麗向士道爾判罰 事件引發紅旗 Aston Martin得到時間 將華迪爾賽車趕工完成維修 最終成功令到缺席兩場比賽的華迪爾 在今年首戰排位賽 雖然在Q1止步 不過做出來的時間 比拉迪菲先前的還要快 加上原位第16名艾邦 因為賽後賽車抽取不到足夠1公升的燃油作檢查 所以被取消資格 最終以第17名起步 到Q2了 今場馬拉倫在練習賽的時候 表現出一定的實力 再加上回到主場的Ricardo 好像真的有主場之利 令到兩部車都可以逃過在Q2被淘汰的命運 最終分別佔據第4和第7 算是一勢頹風了 反而本來氣勢如紅的法拉利引擎陣營 Alfa Romeo的Bottas 周冠宇、Haas的Max Schumacher 都是Q2止步 連同一星期五 表示身體不太舒服的密露神 除了法拉利兩個車手之外 沒有一個人可以入到Q3 最後入到Q3 Alfa Romeo在澳洲站的表現不錯 兩個車手都有穩定發揮 一直打入Q3 不過在底輪跑圈的時候 Alfa Romeo在交通黑點11號彎 產上Grapple撞場 可憐的是他本來的時間 是絕對有力挑戰前排車手的 最終只能以第10名起步 另一個可憐人 還有法拉利的紳士 他原本是做出一個個人的最佳圈速 時間絕對在前五名之內 不過在距離終點只是差一秒多 由Alonso引發的意外 令到賽方出示紅旗 所以這一圈不算數 他在賽後訪問表示 驚慮了十幾分鐘的等待 令到他自己和賽車都失去了狀態 所以就未能夠交出好成績 要跌到第9名起步 所有的目光又回到他 陸克羅以一人之力 利迪Rabu的Verstappen和Paris 頭位互有交換 三部車都做出1分19秒之內 不過最終陸克萊成功打破1分18秒大關 做出無人能敵的1分17秒.868 取得頭位 而韋斯阿本和Paris就緊隨其後 The Current Mercedes 4部車 形成了平置陣營三文治 分裂在第4名去到第7名 一日之後正賽開始 今場比賽絕大部分車手 都是計劃使用One Stop 前排車手除了第10名的Alonso 使用白色硬胎起步之外 其他車手都是用黃色中性胎 在輪胎策略上面 和上一站十分之類似 有關於用白胎還是黃胎起步的優劣 我上一站就已經提過了 這裡有一個關於起步的小知識 我們也知道F1的起步 是兩部車一排分成10排起步的 一般的賽道 P1的單數排都是在Racing Line之上 這是對取得PRO的車手 一個額外的優勢 好像今場比賽 起步的一刻 錄一錄的反應雖然不夠位置合本 不過新座Racing Line的他 有更加好的抓地力 可以穩穩地守著頭位通過1號彎 雖然有時會有在第3名起步 比在第2名起步更加好的說法 和陸克萊同一排第3名起步的佩雷斯 其實起步都不錯 不過受制於隊友靠向外擋入彎 在1號彎之前提早剎車 身後第5名起步的夏美頓見有機可乘 一下子超過了佩雷斯 而第4名起步的Lando Lois 起步就不太如意了 一開始已經鬥數了給Hamilton和Rachel 在入彎的時候 被兩部銀子一左一右追過 另一個起步大失誤的 還有他的好朋友 法拉里紳斯 本來在第9名起步的他 一下子跌到第13名 之後更加比現時 最有力影響他車席的MIG舒默克追過 應該要急於追回名次 在第2個圈8號彎之後的高速路段 追回舒默克不過在進入9號彎的時候 車速太快 又因為受到前車BOTUS所產生的Dirty Air 和封著前路影響 產上右邊的草地大圈 再衝上10號彎外面的石仔路 在One-off area 鋪上Grath或沙 是一個常見的賽道安全設定 因為石仔可以吸收賽車滑行的力量 但就很容易造成卡住了4個輪 而令賽車退賽 今次的新思亦都是這個情況 王騎在一個圈之後轉為安全車 龍頭一部Aston Martin的安全車 龍尾變成另一部Aston Martin 因為賽事只是跑了3個圈的時候 安全車領炮下 斯道爾入PIT由白胎換上黃胎 一圈之後他再入PIT換上白胎 很多人都不明所以 又不是輪胎有問題 為何要再一次入閘換胎呢? 我這邊看來就是一個小策略 除了因為有安全車 所以他入PIT的時間都可以追回之外 他現在入PIT換過黃胎之後 如果發現C4的白胎 是可以有力跑完全程的話 他之後就不需要再入PIT了 亦都可以說到之後要用的黃胎 稍稍開胎 是一個頗聰明的做法 安全車在第七個圈退場 先頭部隊的順序並沒有改變 綠克萊保持頭位狂奔 即使三圈之後DRS開放 綠克萊早已跟身後的瑞斯亞本 拉開了1秒距離 瑞斯亞本不能受惠於DRS 他的隊友佩雷斯 就能夠以DRS在夏美頓手上搶回第三名 而另一個受惠於DRS的就是密拿倫 羅里斯帶著列卡道緊跟著羅素 在不斷製造DRS的情況下 雖然排位沒有改變 不過並沒有被拉開距離 名次在沒有改變情況下 先由瑞斯亞本打向第一槍 被綠克萊拉開8秒多的他 才在第19圈入站換上白胎 除了可以製造Undercut的機會之外 亦是一個靈活的部署 如果前面的紅車在賽事後段車速減慢的話 就可以改變策略轉為2-stop 不過駱克萊的優勢實在太大了 所以根本不用跟隨著他入站防守 兩個圈後 佩雷斯同樣入站換上白胎 不過輪胎暖胎實在太慢 反而被身後的夏美頓在第23個圈入站Overcut 但這個時候的佩雷斯 暖胎已經完成了 又追回夏美頓 Albert Packard賽道在翻身時 重新鋪過路面 令賽道變得更光滑 1-up的時間亦較長 今場入坎的策略基本上作用不大 就在第23個圈的時候 前者綠克萊和夏美頓完成了換胎後 身後的華迪爾在4號彎自炒需要退賽 安全車再次出動 羅素馬上入坎 講一下特價的時段換胎 入坎在佩雷斯和夏美頓之前 賽道在3圈後清理完成 洛克萊在星期日第三次起步 保住頭位 然後經歷了一段長時間的換車跑圈 羅素back off仰胎 佩雷斯在第36個圈 近乎不被防守下追過 兩部Red Blue都無力對洛克萊進攻 就在車迷們想著 Red Blue會否冒險用2-stop 嘗試扭轉局勢的時候 韋斯俠本就在第38個圈 因為引擎問題需要退賽 洛克萊在沒有挑戰的情況下 除了自2010年之後 法拉利的一次大滿冠 由Pole帶足每一圈 首先通過終點線 佩雷斯排第二 而羅素就在韋斯俠本退賽之後 成功擠上班上台 在新崖裡 第一次回到Mercedes上台 既然前面沒啥看頭 我們就將視線向後一點 用8胎起步的Alonso 其實一直都非常完美地集行計劃 保持著不錯的速度 以8胎跑到第39個圈 VSC的情況下才入站 不過因為今場比賽 安全車速動實在太多 所以車群沒有被拉開 在VSC換胎出站之後 本來以為黃胎可以有所優勢 不過在中游的混戰裡 仍然不敵Hast和金牛等等 老將的Alonso不能夠執行L-Pen 反而由Ibon發動了超神的計劃 取得大成功 Ibon今場因為排位賽被取消資格 所以只能夠在最後起步 不過他以一套白色的硬胎 成功跑到最後一個圈 去到第57個圈 期間每一次有其他車手入站的時候 都爭取到位置 最高曾經上到第7名 在第57個圈 陸克萊衝線之前 他入站換上紅胎 成功擋住周冠宇 最終以第10名通過終點線 形成了一個幾十個圈之後的Overcut 雖然我個人認為 他應該做一個圈換太Warn Up 或者可以有力挑戰 落一來奪走他的最快圈速的一分 根據賽後訪問 他們是臨時改變策略的 但同場的其他車手 例如羅里斯 得知艾波完成了這項壯舉 並且可以獲得第10名的1分 都對這個瘋狂的計劃感到驚訝 又成為了我今場心目中的MVP 賽事完結 落一來26分進帳 繼續位於頭位 落數第3名的15分 令到他在積分榜上衝上第二 他的一句不能夠完成賽事 車有幾快都沒用 直線抽擊紳斯和維斯加本 維斯加本在3場 Win or Nothing的情況下跌到第6名 他和車隊都自知到問題十分之嚴重 車隊積分榜前三都沒有改變 麥拉倫兩位車手都有得分情況下 暫時領先於Alpin 這場比賽老實說不算上精彩 賽道的翻身對賽事的精彩度並沒有提高 反而我更加掛念 以前因為日久失修 會令到車胎磨蝕得更快的路面 沒有激烈的爬頭畫面 輪胎策略沒有明顯的作用 兩次安全車一次VSC 令到賽事在大部分車手入壁之後 都進入了膠著狀態 賽事在香港時間1點多居行 其實我本來以為今場是不用Oh My God 不過看來我已經習慣了夜晚寫稿 再加上賽事實在有點悶 所以日久的時候我一直都不能動筆 最後都是在賣肝 你對今場比賽有什麼看法呢? 是不是也是覺得 如果比賽在夜晚播的時候 一定會看到份仗? 而今場心目中的MVP 是艾邦還是綠克萊呢? 還是有其他車手? 留言說一下吧! 另外Elro趕兩周年 推出了Elro紀念口罩襟章 真是很漂亮的 有不少朋友都收到的了 可以在下面說明欄了解一下 最後呢 要感謝一下對Elro一直拔離不棄 用實際行動支持Elro的Patreons、契野龍和Families 有Elven C Longit at VAF Club HK Cherry Lee Sou Chi Ray Fantastic Bobby Jason 5 Main Kitchen SG Mike Lee Real Loud Soup 93 Photography Savio Ho 許蓋公 Andy Yip Kilowatt電動車充電地圖 英國創城地產 FU777 TM小杀 還有一眾Elro Family的朋友支持 我是El 我們逢星期二Elro趕賽車 星期五Elro趕賽車再見 拜拜